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A.Y.阿伯 没错 又有最新的放置冒险RPG手机游戏了 那么放置类型这种游戏呢 是阿伯最喜欢玩的类型啊 那么这款游戏叫做 小勇者阿玛 Q版的画风 玩法超简单 一碰就上手 那么在待会的影片当中呢 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游戏的福利有哪一些 哎 老实说还蛮感受的耶 同时呢 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开局的玩法 还有推荐练的强势英雄哦 有哪一些 让大家呢 直接可以赢在起跑点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正片开始 GOGO 首先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勇者阿玛的玩法 那么他就是上阵五只英雄之后呢 去挑战这个主线 然后这两队的英雄呢 就会互相来个激烈的碰撞 哈哈哈 看到非常非常可爱 我们可以一直往敌方的这边推进啊 然后释放这AOE的一个晕眩牵制 完了 被打回来了 完了 阿玛没了 撑住 坚持住 哇 对手的这个双头龙 一直冰一直爽耶 剩下最后一个是归仙老人吗 来 我的忍者释放出了必杀技 最后呢 拿下了最终的胜利 哈哈哈 就是这么的简单 玩起来呢 是非常的输压 接着我们来去带大家看一下福利的部分 每天登录就送30抽 一共呢 会送到6666抽 但是一开始呢 我是秉持着怀疑的心态来的 因为我被骗过太多次了 很多的说什么送1000抽 都是什么让你抽个100抽 里面选10抽给你当奖励 然后送个100抽就叫做1000抽 或者说有一些呢 说送你很多抽抽 结果他的抽抽是阉割版的 那这款游戏就不一样了 阿贝今天开服第一天呢 抽了30抽 之后除值任意金额 又可以再抽30抽 一共抽60抽 抽到两只红色的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抽到神话的英雄几率是2% 那跟他一般的招募呢 这个几率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边呢 也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极限巴风特的强度 目前呢 课金就是1000多块 贵族3 然后囤了1万多的钻石 现在主线关卡 已经推到了8支22 然后我们主要的王座之塔呢 也推到了119层 极限巴风特的强度 在开局的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的高 再来这边 千到7天呢 也直接送你一个神话的英雄卡 还有7日挑战 每天有任务可以去解 解到一定积分呢 再送你一个神话机长 闯关奖励 每到下一个章节呢 就能够去获得到10张的招募券 还有每天去除值呢 也可以去获得到这些额外的奖励 活动呢算是蛮多的 送的也蛮多的 然后这边还有要去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有这种每周的活动哦 他需要呢 你去囤这个抽抽券 搭配活动再来抽的话呢 可以去获得到这个额外的积分 那这个积分呢又能够去领到对应的奖励哦 而且呢 还可以跟到4轮 所以呢 我们的抽券一定要留给这个活动 一次跟满一轮 这样整体的CP值呢 才可以拉到最高 在一开始开局的时候 先点右下角这三条线 进入到信件当中呢 先去领取我们的预约奖励 这边直接送了你一只红品的神话英雄 鹅仔真妹 那这个鹅仔真妹他的强度呢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至少呢 我觉得用起来是比这个火枪手 还有铁扇公主还要来的强哦 非常的佛心啊 那么阿贝呢 会把这个游戏的下载连结 放在下方的完整资讯栏 有需要的观众呢 就可以去下载了 接着如果你是有预算的玩家 那建议呢 可以来克这个新手礼包33元 就可以去获得到巴风特 那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坦克 能坦打的又痛 还可以回血 前期的资源比较匮乏 你可以把这个资源啊 优先的集中在这个巴风特上面 走一个极限巴风特 可以让你在前中期啊 过得比较舒服 好 一开始呢 我们就是跟着这个主线走 他会送你非常多的资源哦 接着我们的关卡要尽量 推到不能再推为止 每推到比较后面的关卡呢 能够去提高我们的挂机收益 建议说这个快速巡逻的部分呢 要推到不能再推卡关的时候呢 再来刷哦 这样CP值会比较高 那么如果你不小心升错英雄了 我们也可以点左下角直接 无损的重升 100%返回你升级消耗的这个资源哦 那你也可以直接选择用替换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所有的炼度呢 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英雄上面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去尝试 不同的英雄 接着我们主线推到一定的关卡之后呢 会解锁这个试炼之地 那里面的废弃矿山可以去获得到大量的英雄经验 建议呢前期可以把它给买好买满 然后远古战场呢 我们可以去获得到升级装备很重要的铸臂哦 接着王座之塔开启的时候要赶快推哦 因为每推10成呢 我们就可以去获得到10张的抽卷 好最后呢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推荐的阵容 我们这边建议说呢一定要有战士 战士除了能够为队伍坦伤害之外呢 同时也可以把战线往前推进哦 那就不会让我们全部的角色呢 通通挤在一起被别人打 开局送的这一只阿玛呢 其实就蛮好用的 那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要去提升它这个增加防御的装备等级哦 那攻击呢不重要 因为它就是坦克嘛 那有时候一只战士坦不住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上两只这边也蛮推荐可以来上这骷髅王 本身呢只要升到八星之后呢 死掉可以再复活 而且呢它只要升到两星 就可以提升所有友方近战英雄 15%的吸血效果 来大幅增加我们整体阵容的一个弹度 那如果你有抽到八风特的话 就八风特来加这个骷髅王 接着主线没过多久呢 又可以去获得到这个月神 哦这只月神呢也是相当相当的好用 它除了你之后升星上去啊 可以为我们全体buff之外啊 它本身的必杀技呢 就是打全体的敌方英雄 造成270%的物理伤害 并且呢被击中的目标啊 还会晕眩2秒哦 能buff又能够牵制 非常的好用 再来还有双头龙 它的控制能力非常的厉害啊 它可以直接射出一条直线 缓速敌人造成伤害之外呢 寒气消失 还会对范围内所有的敌人造成2.5秒的冰冻 那么在前期呢 多上这些有范围的输出 同时呢又能够牵制的英雄啊 是非常好用的 再来俄阿真美呢 它本身啊是比较偏向是一个牵制类型的英雄啊 它会向敌人随机投资3-6件不同的餐具哦 那这些餐具呢 都会附带一些像是击退晕眩啊 或者是让敌方降防的一些debuff 那除非啦 你没有主力英雄 你才会来把这个俄阿真美给升上去 不然它主要的定位呢 还是以这个辅助输出为主 那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阿贝的主力输出哦 它的这个必杀技呢 幻魂斩 召唤出幻魂对敌方发动回旋斩 对范围内的敌方造成440%的物理输出 那基本上这个期望值啊 就比俄阿真美的大招呢 还要来的好很多哦 而且这只是打在一个单体就有440% 如果他一次打到2只那就是880% 如果他一次打到3只那就是1320% 所以输出呢非常的狂 不过呢因为他打的这个范围啊是比较小的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击退的英雄 这样搭配起来呢 他这个大招的发挥的效果呢 才可以发挥的比较好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 希望呢对大家会有帮助 如果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到下方的留言板提问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哇 全体晕眩真的好猛哦